说到天气,我们接下来在台湾 廉价的部分这五天也会是先雨后干 而且在后面几天还会热得像夏天一样 其中在廉价第一天,也就是今天跟明天 会受到华南运营通过的影响 所以全台湾的降雨几率都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而至于说大家更关心的 这些雨会不会来增加我们的水库溢柱 看起来大家还是不断地在人工增雨 希望能多一点试一点 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水气跟温度有配合 所以在雪山主风,甚至还罕见下起了四月雪 而且这个积雪还达到了三十公分 机器冒出熊熊火焰,化学剂持续燃烧 正正白烟不断往天空窜 趁着云层垢后,水利署人员赶紧启动 仍造雨作业 清明连家第一天,降雨云系通过 台湾终于降下甘霖 但全台各地水晴仍旧吃紧 水利署临时启动人造与作业 在石门水库罗浮地区及保二水库 各释放一枚燕剂 截至一号上午十点 石门水库蓄水量为1.02亿吨 蓄水率49.8% 是今年首次蓄水率低于50% 紧急人工增雨 也是今年第六次释放燕剂 期盼对集水区有溢注雨量的效果 而廉价首日不止降雨还降雪 太夸张了 眼前一片白茫茫 山路小径全被白雪覆盖 雪山主峰罕见降下四月雪 画面曝光 有网友还以为是愚人节玩笑 但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证实了这个消息 年期假期的第一天 又传出有下大雪的状况 最深的积雪已经有达到30公分以上 而根据血管处记录 过去仅有2013、2016两年 有在四月初下雪记录 这回因为水气充足 山区气温也接近零度 因此符合降雪条件 不过熟日的湿冷情况 到了廉价第二天将逐渐好转 这个降雨到了今天晚上过后 就会逐渐的趋缓 明天开始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气会减少 温度也会开始逐渐的回升 然后一直持续到收价的前夕 气象局提醒廉价期间 天气变化快速 民众规划出又同时也得多加留意 节奏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